總統當選後隔天賴清德跟蕭美琴 巧巧現身民進黨中央接見日台交流協會一行人 賴消順利接棒蔡英文綠營高層分析 這次勝選終結八年一次的政黨輪替記錄 賴清德也延續個人選舉不敗記錄 更代表國人肯定民進黨八年執政 走得更遠 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 也期待有效力的制衡 我們會誠實面對新民意 實時警惕 即便總統勝選 但國會過敗目標沒有達成 形成朝小野大局面 恐怕重演兩千年陳水扁執政政治局勢 而賴清德未來將面臨三大議題 包含朝野是否共治 以及二分之一以上立委 可以對行政院長提不信任案 行政權恐怕被架空 以及是否要綠白河再跟柯文哲合作 民眾黨將會是關鍵的少數 兩黨勢必都要找民眾黨溝通 希望民眾黨可以做出 最有利於人民的判斷 任何的法案就是要過半才能夠過 所以這個怎麼樣能夠尋求共識 取得社會上面的溝通跟支持 那尤其是年輕時代對他們的相關議題的 這一些的認同 除了國會整合外 未來會訴諸更多的社會溝通 另外黨內人士也提醒 綠英將脈路長達12年執政包袱一定不小 如何避免讓民進黨成為老舊符號 挽回流失的年輕選票 賴清德當選後挑戰才正要開始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在二零二四總統大選中勝出 競選團隊逐一排開 有賴清德全國進總總幹事潘孟安 還有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都成了外界預測的割魁名單 另外還有他 國政顧問團正立軍一路幫忙 規劃政策走向 承認文化部長和心繫維持良好關係 儘管行政資歷沒那麼豐富 但有女性優勢 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協調者 事實上不管陳其邁 鄭文燦 林佳龍 這些人都相當優秀 那在這個所謂的接班梯隊裡面 我相信賴清德會有最好的安排 除了潘孟安 林佳龍 鄭立軍 先任副格魁鄭文燦 完整資歷成為優勢 競選總部全國總督導卓榮泰 徹選幕後功成也被點名 高雄市長陳其邁 在民進黨終身代中相對穩重 也被視為接班人才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選擇 在此時此刻 那畢竟到520我們還有相當長足的一段時間 如果現在就直接點名誰是任可魁 誰就是可能出任的人選 這就欠缺了跟在野黨跟社會對話的一個機會 賴清德當選前承諾祖閣將用人為財 不分黨派 未來誰將會接任閣魁也成為關注焦點 決心